液態氧氣鋼瓶爆炸之後 只見殘骸支離破碎 究竟意外怎麼發生的 其他鋼瓶業者表示 在鋼瓶的瓶口上 都會有兩道安全裝置 當壓力過大時 第一道安全泄壓法會作動 如果壓力持續外泄 這時候第二道安全玻璃片 會破裂 繼續泄壓 要是鋼瓶受到鹽水或油類侵蝕 可能導致安全裝置失效 從現場鋼瓶的殘骸研判 疑似是固定內瓶的焊接點斷裂 造成內瓶晃動 氧氣外泄 如果內瓶跟外瓶磨擦產生火花 就很可能引爆 安全破裂片沒有辦法動作 造成桶子內的壓力急劇的上升 上升到它本身的耐受的壓力 超過的時候 它桶子可能就破裂了 海產業者運送途中 為了保持漁獲的新鮮度 必須把氧氣打到水裡 因此車上都會有液態氧氣鋼瓶 不過依據規定 500公斤以下的液態氧氣鋼瓶 不用檢驗 完全靠業者自律管理 而這次發生爆炸的 就是175公斤免檢驗的鋼瓶 做30幾年 是頭一次聽到這種問題 可能它的鋼瓶 年紀太過了 有 其他海產業者表示 從來沒聽過液態鋼瓶會爆炸 但他們幾乎天天都會載著鋼瓶 到處送貨 而這次爆炸的鋼瓶 是大約半年前買的二手容器 海產業者前一天就發現 有壓力上升 卸壓閥自動卸壓的情形 今天又出現壓力上升 再度手動開啟卸壓閥 卸壓之後 沒想到半路就發生爆炸 如果這些鋼瓶經常使用 卻沒有定期檢驗更新零件 就好像一顆不定時炸彈 被載著到處跑 誰都不能保證沒有下次的意外 記得各位的王毅潮 黃總銀 壇中報導 按っ啨 2 9 9 11 11 谢谢观看